非洲國家尼日爾發生政變,究竟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重點我們應該注意呢? 平時我們在新聞或日常生活,大概都很少機會聽到尼日爾這個國家 感覺上它好像位於很遙遠的非洲,而聽說它又好像很貧窮 一般人可能就會想,你正不正變也是這樣,我們不用浪費時間去理會 但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事情 都會有連鎖效應,都會有胡蝶效應,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 未講尼日爾政變之前,我們不如首先做一點國際關係通識 究竟這個國家名字應該是怎麼讀呢? 當然我們有字免讀就是讀尼日爾 但是在台灣的翻譯就是譯作尼日 為何會有不同的翻譯呢? 其實這個國家名字和一個鄰國尼日利亞 是很相似的 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都很想避免混淆這兩個國家 尼日利亞和尼日爾都是以一條河來命名的 就是翻譯作尼日爾河 但是尼日爾河或者尼日爾 或者尼日利亞 其實在英文來說 就是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文化 因為尼日利亞是以前的英國殖民地 是今天西非最強大的國家人口過益 而尼日爾就是以前的法國殖民地 所以雖然他們今時今日的國名都是由一條河那裏延伸 但是在西方的世界 就很能夠分清楚究竟誰是英語區 誰是法語區 所以我們讀到尼日利亞的時候 通常英文都是會這樣拼 Nigeria 但是讀到尼日爾的時候 通常又不會照同樣的拼音讀Niger 為什麼尼日利亞可以是Nigeria 但是尼日爾不是Niger 就是因為通常在外交界國際關係界 會用尼日爾的法文拼音 即是Nigeria 這個法文拼音當然就跟英文拼音很不同 所以在我們平時去到一些國際的場合 如果你聽到一些朋友讀尼日爾是用英文拼音去拼音的話 基本上你會知道 起碼他就不是所謂的行內人 而平時如果在《開新聞》的話 都會用法文拼音去拼這個國家名 這些科普通式好像很不關事 跟我們有什麼聯繫呢 其實正正是因為 他們不同的歷史淵源 不同的拼法 才是產生了之後 又截然不同歷史的反射 包括了今次的政變 我們不妨又先重溫一個舊的國際關係框架去理解 為什麼當地會有政變 這個就是在上一次冷戰的時代 非洲都是有冷戰的 當時很多新獨立國家在非洲都成為兩大陣營 爭取的對象 有些他們就投向美國 有些就投向蘇聯 不過最多都是在兩者之間 遊走結成所謂 不結盟運動的主力 當時有好幾個非洲國家都是 不結盟運動的領袖 譬如第一個獨立的英語系國家 加納 譬如第一個獨立的法越系國家基內亞 雖然他們基本上都是相對左傾 又或者是中部非洲的大國 澤伊爾 即是現在的干國人民共和國 等等等等 為了抗衡蘇聯的滲透 當時西方陣營其實是很縱容一些 親西方的非洲獨裁者 長期執政 就好像在冷戰的時代 拉丁媒州很多右翼獨裁者都是美國的盟友 例如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等 軍政府都完全不是講求民主自由 基本上就是一種右翼的政權 非洲長期執政的獨裁者 最著名的就是 澤伊爾的蒙伯托 美國、法國都將他引為一個很重要的 戰略性冷戰盟友 於是非洲國家的反對派 唯有通過政變、兵變 去上台 境內很多都是游擊隊 很多游擊隊都是左翼 有蘇聯、中共、古巴等等的支持 我們很熟悉的捷古華拉 曾經都去過澤伊爾 即是江國人民共和國 打游擊戰 而非洲最有實力的除了美國 亦包括了前殖民地的宗主國 例如英國、法國 而法國在前殖民地普遍仍有駐軍 亦有用非洲法郎 去影響當地的經濟 所以這就是代理人戰爭的基本格局 說了歷史 這個格局本來已經是終結了 但是過去十年 世界又逐漸跌入新冷戰的格局 非洲再次成為戰場之一 只不過現在的西方國家很難再明目張膽去支持非洲的獨裁者 因為在冷戰結束之後 他們是逼所有的獨裁者 即是他們支持的獨裁者 改變體制、民主選舉 否則不再經濟援助 現在西方國家 只能夠盡量爭取 民選選出的非洲領袖 而通常政變上台之後的領袖 就會向另一方爭取支持 主要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在近年 中國通過所謂的一帶一路 成為非洲很重要的投資國 影響了很多國家 亦把很多中國的產品 散到非洲各地 俄羅斯利用他的僱傭兵 華格納集團 就是無奈前 嘗試在俄羅斯內部發動兵變 而不成功的普利哥津 所謂公司 為非洲獨裁者提供僱傭兵服務 抗衡法國駐軍的影響力 縱俄這兩股勢力 是經濟和軍事的合流 慢慢在非洲成為氣候 再配合國際的左翼 在非洲宣傳 反後食民主義 他們共同的對手 自然就是西方陣營 美國、英國、法國等等 俄羅斯華格納集團 鎖定的拓展目標 很多都是面對 極端伊斯蘭主義挑戰的 法語系國家 通常他們都是用 因為當地有法國駐軍 去挑動當地的 台外、反法、 民族主義、 情緒 亦都說法軍 沒有能力趕走 極端主義者 連維持秩序都做不到 為何你還要在這裏 如果法軍走了 都有替代品 俄羅斯的僱傭兵 就成為了天然的選擇 而這些國家需要有所謂的外國勢力軍事援助 官方理由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這一帶有龐大的伊斯蘭激進勢力恐怖分子 所以就要有龐大的有效率的軍隊協助他們平亂 不過這些勢力背後收了什麼人的資助 非常複雜 通常都不是那麼簡單的非黑即白 華格納集團作為俄羅斯的僱傭兵公司 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表現 相對於俄國的正規軍 其實算是不俗的 但是在非洲更有 橫掃千軍的器蓋 因為對手不同 戰備不同 軍力不同 他們的表現自然 都是不同 近年 馬里布基納法索 中非俄國 基羅亞等德的國家 先後發生 要是政變 要是內戰 俄羅斯的華格納集團 都是參與其中 這一群都是法語是國家 政變、內戰之後 幾乎都是倒向莫斯科 稍後我們會再詳細介紹 而 尼日爾 跟馬里 布基納法索 一樣 本來 都是歷史上 發屬西非的一部分 只不過 他是更加窮 更加需要外援 我們只要看地圖 就會看到以前整個非洲 法國殖民地 佔最大面積 英國殖民地 由北向南 法國殖民地 由西向東 整個西非 一大片土地 薩克拉沙漠 最主要的國家 基本上 今天都是講法文 都是以前 發屬西非的一部分 而法國 也佔領了當時的 中部非洲 很重要國家 包括今天 中非共和國 阿澤德等等 不過尼日爾 這個國家雖然窮 他在人軍收入世界排名 通常都是最低之一 有時甚至不是之一 是全球最低的 但他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性資源 就是製造核武器的 油 Uranium 因為他有油 經常成為了恐怖組織 打主意的對象 在911事件之後 美國的喬治布殊政府 用反恐的名義出兵伊拉克 但其實又找不到什麼 很合理的理由 其中一項理據 就是伊拉克的恐怖組織 指當時 澤卡維的 派系 所謂的伊拉克蓋達 其實 他基本上有全面的自主性 他的派系後來就成為了 伊斯蘭國 伊斯蘭的前身 當時美國官方說 澤卡維的派系 用伊拉克做總部 在非洲 尼日 這個國家 賣油 做大撒傷武器 當時的國務卿 巴威爾 在國內外 也是很有聲望的 雖然他本人 不贊成這場戰爭 但也被迫 在聯合國作政 去支持 這一種 尼日以賣油 令伊拉克的政權 都有可能 做大撒傷武器 如此迂迴的證據 當然後來整個 論述 基本上 被證明是 指虛烏有 而當時 美國派去尼日以調查 究竟 撒達姆政權 在伊拉克 有沒有通過尼日以賣油的外交官 叫做 Joseph Wilson 他之後 很不滿整個過程 就出書爆料 就說其實他在非洲 在尼日以 真是甚麼都找不到 這一宗的新聞 因為 威爾順 因為外交官 將他在非洲甚麼都找不到的事實 寫了一本回憶錄 就令成為了 美國近年 一個很重大的醜聞 有一出電影 叫做 Fair Game 也是根據整個故事 而改編 尼日以的重要性 除了有油之外 其實他天然資源 都是挺豐富的 有石油 有黃金 但是因為基建實在太差 就算有甚麼資源都好 都益不到本國人民 依然是最窮困的國家 但是無論是美國法國 還是俄羅斯中國 對他的戰略性資源 都是非常感興趣的 中國近年也是大舉投資 因為尼日以 除了有油之外 還有很多潛在的得著 石油 是其中之一 當然 他是要通過 管道 才可以輸出 沿岸 因為尼日以是一個內陸國家 他就必須要通過 另一個 法語區的國家 貝寧 才可以把他的資源 運去世界各地 所以現任的尼日以政府 亦都在興建 新的基建 起碼要有條 可靠的 油管 通道 才可以 將國家經濟提升 這次尼日以政變發生後 俄羅斯政府的官方回應 是典型的外交語言 就是 呼籲 尼日以民總統 重新掌權等等 這些是講了 等於沒有講的 西方 美國法國 強烈反對 西共體 即是西非的經濟共同體 以利利亞牽頭 亦都是強烈反對 甚至是威脅 軍事干涉 但是 近年發生政變的 親俄非洲國家 全力支持這場政變 俄羅斯官方的態度 其實 是看不出 什麼的 更加重要的 其實是看一下 華格納集團 普利哥津的態度 他公開說 尼日以政變是一個好消息 是當地人民 擺脫法國 後殖民管治的好消息 而他很願意派出華格納集團的 俄羅斯僱傭兵 去到尼日以協助維持秩序 很歡迎尼日以的新政府 隨時打電話給他 尋求幫忙地說 似乎這才是 俄羅斯的真正態度 現在看來 法國美國 西非共同體等等 直接出兵尼日以機會 大家不知道有多大 但經濟的制裁 已經發生了 例如 尼日以撤斷對鄰國 尼日以的電力供應 貝寧封鎖邊境 不等 貝寧封鎖邊境 等尼日以的資源 不可以通過他的海岸港口 輸出去各地 而西非共同體 亦在進行共同的經濟制裁 希望製造足夠的壓力 但這些壓力 只要有其他大國 抵消 就會徒勞無功 所以 尼日以政變成不成功 華格納集團 會不會及時出現 俄羅斯的態度 幫到多少 中國會不會為政變背書 提供經濟資源 就是很大的關鍵 而對俄羅斯來說 這次 尼日以變天 亦可能是突破目前世界困局的一個很大的契機 特別是政變失敗之下的華格納集團 一定會用這個機會希望敗部復活 重新找自己的定位 自從華格納集團用 俄羅斯黑手套這個身份走入了非洲 就慢慢建立了他自己在非洲的勢力範圍 其實亦都是在俄羅斯新冷戰的勢力範圍 外交界稱之為俄羅斯非洲政變大 又或者是俄羅斯非洲政變的一帶一路 尼日以今次發生政變的兩個鄰國 以前都是法屬國家的馬里布基納法索 近年都是先來發生政變 背後都有疑似俄羅斯的影響 而他趕走法國駐軍之後 再邀請華格納集團 進駐馬里就官方邀請 布基納法索就是外交界 普遍懷疑他有請到華格納集團 但是用一些比較迂迴的方式 對法國來說 失去馬里的影響特別大 因為法國本土有很多很多的馬里移民 他們足以影響法國本地的政局 十年前法國搞的反歧視官方遊行 法國中側邊就是馬里總統 可以看到他們本身的特殊地位 這些非洲國家倒向俄羅斯 究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俄羅斯做了多少事 可能只要日後歷史文獻公佈 才會完全知道 但是我們又真的要看回當地的情勢 過去的十年其實都非常混亂 例如馬里 裏面有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是整個人類世界最重要的遺產之一的 廷巴克圖 是中世紀 很著名的非洲圖書館 當時整個非洲、中東、甚至是南歐世界的人 都會去當地找文明典籍 伊斯蘭叛軍 即激進伊斯蘭分子 佔領了包括 廷巴克圖在內的 馬里半壁江山 獨立建國 當時局勢非常混亂 其實法國的外籍 兵團作戰 都非常勇武 作風非常強悍 但是華格納集團作為僱傭兵 要守的規範更少 近乎是零底線 最後又真的被他 協助馬里 趕走 這班伊斯蘭激進分子 又或者是部份趕走 所以背後 很多人就懷疑 其實這些激進分子和俄羅斯 是不是有其他聯繫 其他默契 現在我們全部都未知道 但是華格納集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績 就是參與了中非共和國的內戰 但是這次就不是搞政變了 他反而是協助政府軍平亂 從此中非共和國又邀請他們正式進駐 華格納集團於是就證明自己不單可以搞混亂 亦可以成為所謂的穩定力量 在蘇丹內戰 利比亞內戰 華格納集團都有類似的角色 在北非的大國 阿爾及利亞 即是曾經 法國視之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後來打了 很慘烈的獨立戰爭 又包括了近年亦發生了政變的基萊 其實 俄羅斯的華格納集團 都有 有疑似存在的證據 所以對俄羅斯來說 這次利日以又變天 我們看看地圖 整個俄羅斯的非洲政變大 就可以完全 接讓 連成一線 利日以外加 本來是屬於西方陣營 親美親法 反對極端主義 而且還有美軍法軍的基地 總統巴祖母是民選產生 但是政局其實 從來都沒有 真真正正穩定 這次發動政變的軍方頭目 沒有說什麼很清晰的原因 除了所謂什麼維繫 利日以國家安全 雷曼能 但是政變之後 各方的反應 很明顯看到 政變方最大的動力 就是想改變外交陣營 於是政變之後 他首先就跟 同樣爆發政變 獨裁管治緊 反法 親俄的法語系國家 馬里 布基拉伯索 大家共同進退 而馬里 布基拉伯索 好罕又這樣 立即發表了聯合聲明 這個效率 是相當不尋常的 他們聲稱任何國家 如果軍事干預 來日以政變 都等同對 他們兩國 同時 宣戰 另外本來 跟馬里布基拉伯索的 軍政府 保持距離 搞政變之後的 基雷亞軍政府 亦都表態支持 以政變方 起碼他就要反對 任何國家軍事干預 免得 用民主干預的名義 成為了 他們自己 都要倒台的 先聲 而剛才他們說過 和華格拉集團 有關係的 阿爾及利亞政府 亦都有類似的表態 而支持政變的 民意基礎 除了反法 民族主義之外 亦都包括了部份的族群矛盾 因為 西非這一大國家 都可以說是 坑廷頓 文明衝突論 這個概念之下的 Torn State 撕裂國道 通常北部比較多阿拉伯人 信奉伊斯蘭教 南部多非洲其他國族的人民 信奉的通常是 某種派系的 基督宗教 再加上原始宗教的結合 而巴祖母正正是 少數派阿拉伯人 亦都是以第一位 阿拉伯人總統 在國內本身 就是有撕裂的性質 這些複雜的因素加在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非洲 特別在非洲的北部 已經很清晰地分為兩大陣營 反對利日爾政變 考慮武裝介入的 西非經濟共同體 考慮武裝介入的西非經濟共同體 以英語系大國 尼日利亞為首 亦包括了 利日爾的經濟窗口 貝寧 背後就是法國和美國 另一方就是 支持政變、支持親俄羅斯 獨裁軍人掌權的國家 剛才我們說過這一堆 而他們的領土 已經 等同於近乎 昔日法屬非洲 全盛期的三分之二 最後我們值得留意的是 華格納集團的普利哥津 在發動失敗的兵變之後 上星期曾經公開露面 還在 霍斯科 而露面的場合 就是在 俄非論壇 同一位非洲代表 俠 本來很多人都以為 他是不是應該 在白俄羅斯流亡 又或者在俄羅斯 接受審判 但現在看到 他除了有行動自由之餘 對非洲 依然有影響力 而且得到 普京的准許 這個俄非論壇 搞了無奈之後 尼日以 就發生了政變 跟著這些親俄的其他國家的政府 布基拉索索馬利 又非常有默契地共同表態 如果你說幕後是毫無串連 反而 就不正常 普利哥津 除了認為尼日以政變是好消息 亦都說對方軍政府 隨時可以找他幫手之外 可能還有其他的部署 將供贖罪 會不會就是華格納集團 在非洲拓展勢力範圍的最好時機呢 所以世間上 一切都是狐獵效應 如果華格納集團在非洲 重新出發 令到當地 牽制到西方國家的力量 對俄烏戰爭 當然 亦都有 微妙的效應 會不會又令到西方支援 烏克蘭的能力 有所減弱呢 而全世界關注 如果又分散了 那對國際的輿論 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聽過 黎日宜這個國家 而它本身的重要性 又可能不是太大 但是一場這樣的政變 也絕對足以影響 今時今日的 世界大局 會不會再次訪問你